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欢迎回到3月30号的国语网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连日来 由于气温回升较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州 马纳斯县 气温一度攀升到11.9摄氏度 使去年冬天的积雪快速融化 形成溶雪性洪水 当地时间29号20时左右 洪水沿当地的一条河流汇入到泄洪渠道 防洪堤被冲开了3到5米的绝口 洪水直接进入到了村庄 造成百余户村民家中被淹 600余名村民被困 目前村民已经被成功疏散到安全地带 而洪水仍然没有消退 当地时间3月29号下午1点24分 山西建修市安泰集团25兆瓦电厂9号锅炉 在检修中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造成10人遇难 7人受伤 山西安泰集团25兆瓦电厂9号锅炉的检修项目 由北京法尔迈特科技有限工资组织施工 事故发生时 作业现场共有10名工作人员 事发后 厂区又组织7名工人救援 也不幸中毒 目前 医院正对7名伤员 采取输高压氧的治疗方案 使伤者体内的一氧化碳尽快排除 截至目前 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停止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友TV 杨雪地报导 日前 菲律宾证实 中国已经处决了3名因为贩毒而被判死刑的菲律宾人 3个人包括两女一男 其中一名女毒贩在深圳监狱内注射毒针 行刑前 获准和家人短暂会面 另外一男一女毒贩就在厦门被处决 3人分别在08年 因为企图运送4公斤至6公斤的海洛因 进入中国而在海关被捕 09年一审判处死刑 菲律宾方面曾为3人求情 又要求暂缓执行死刑 菲律宾透露 目前尚有最少70名菲律宾人 因运毒或贩毒在中国服刑或等候判决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当地时间30号 2011北京国际水展博览会 在北京开幕 我们一起来看下报道 全球400多家水巨头 汇集了全球最先进的水处理技术 和设备细数亮相 博览会共开设了工业水处理 磨 闸门仪器仪表 水家电 以及创新产品演示等五大展区 此外 第二届国际水处理工程师大会 第二届中国水家电经销商大会 以及工业高难度污水处理 污泥处理技术高峰论坛等 也将同期举行 瓦尔TV杨雪队报道 近日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教育学会 与北京金龙照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了全国特级教师网开通仪式 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 有关部门领导 北京市中小学校长 特级教师 学生代表近三百余人出席了仪式 据悉 通过全国特级教师网 可以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提高教师应用资讯技术水准 更新教学观念 掌握先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效果服务 为满足学生利用资讯手段 主动学习 自主学习服务 促进他们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据了解 目前网站已初步建成精品课程库 特级教师资源库 并配以线上学习平台 及资讯发布系统等 逐步建设成为 教育教学精湛 服务理念领先 功能使用便捷 教学服务周到的 中小学远程教育示范网站 网站以其一流的 特级教师团队 轻力打造的精品课程 便捷的功能使用 优质的实施答疑 灵活的学习方式 服务于广大中小学生 使受讯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减轻学习压力 提高学习效率 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学习成绩 近日 百度的CEO李彦宏表示 如果管理不好 就会关掉百度文库 同时 他希望与版权方作家 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百度副总裁朱光也表示 3月29号下午3点之前 百度将删除 所有文学侵权类作品 29号下午5点 登陆百度文库时 百度文库文学作品类 原先的200多万份文档 现在只剩下168份文档 这些文档 大部分都是由署名为 天下书萌的001用户上传 百度市场与公关副总裁 朱光表示 现在的作品 都是经过版权方授权的作品 百度为此调集了 各部门大量的技术力量 集中力量在座审核 维权作家代表表示 目前的删除行为 只能说明维权行动有一定进展 但作家的权益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保护 作家群体指出 如果不改变先发布 权力人投诉再删除的模式 出版机构和作家 仍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在维权上 对此 百度方面表示 未来对网友新上传的文档 将实行先审查的机制 要求上传者提供具有版权的证明 才可以上传文学作品 未来还有进一步的推进 这几天中国大部分地区 天气晴好 持续升温 不过已经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 在29号抵达了中国北方 青海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 降温降雪 预计未来几天 中东部地区将迎来 大风降温及降水的天气 青海南部从29号开始降雪 范围覆盖玉树州和果乐州 降水中心出现在果乐州斑马县 降水量为5.7毫米 机械深度6厘米 达到了大雪量级 此外 黑龙江七胎河 隋分河等地 也从29号深夜开始降雪 根据中国中央气氧台的预报 3月31号到4月3号 将是这股较强冷空气的 主要影响时段 在这期间 冷空气将自北向南 影响中国 局部地区的降温 将达到12到14摄氏度 此外 受冷空气影响 31号 内蒙古部分地区 可能出现沙尘天气 在香港方面 香港空气中 验到的放射性.131含量 有上升的趋势 但香港天文台强调 水平极低 绝对不会威胁市民的安全 对于日本福岛核电站 附近验出 有放射性物质不泄露 天文台指 本身不是这矮的物质 也不会被人体吸收 市民务息过分担心 香港天文台上星期六 首次检验到 香港空气中含有 放射性物质.131 星期日和星期一 浓度持续上升 不过仍然远低于安全标准 天文台预测 未来在香港 检验到空气的样本 点131持续有上升趋势 但强调仍然属于极低的水平 对安全不会构成影响 天文台解释 目前吹到香港的放射性点 主要是3月14号 15号和16号 福岛核电站多次爆炸 所泄露出来的这些放射性物质 一直向东飘散 差不多绕了地球一圈之后 才吹到内地和香港 对于日本福岛核电站 近日检验到 另一种放射性元素布 天文台指 布随空气飘散到香港的机会极小 卫生处也解释 布对人体的影响 并非外界形容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信息是 食物中的布 不会通过吸收影响到我们 主要是会通过排泄排出体外 高浓度的吸入 才会损害到肺肝等的组织 台幼稚 目前国际医学权威 也没有将布列为致癌物质 中管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 我们会给您带来最新的题360 多伦多风叶 昨天主场出战东岸第八位置的水牛城军刀 对军刀季后赛 虎视眈眈的风叶 轰入四球 终以4比3立刻军刀 顺利保住出现季后赛的机会 风叶以35分 32负 及10加10负 得80分的成绩 继续守在东岸第十位置 仍以5分之差 落后于少赛一场的军刀 风叶先由队长 芬劳夫及贝斯各入一球 率先以2比0领先 军刀其后由云利克 射入这个赛季的第27球 将笔数追至1比2完成首截 风叶在次截继续抢攻 于5分06秒 由麦埃特再下一城 虽然军刀在失手后不到半分钟 便由普威尔及尼达米亚连入两球 将笔数追平 但风叶最后由格波斯基 轰入这个赛季的第29球 将赛事笔数锁定为4比3 取得近5仗的第4场胜利 战阁赛季仍属禁旅 这个赛季因为 勒布朗·詹姆斯离去 沦落至联盟末位的 克里弗兰骑士 昨天主场迎战 勒布朗·詹姆斯带领的 迈阿密热火 虽然詹姆斯取得三双 但骑士仍然顺利地 以102比90杀退热火 5连胜之热火 詹姆斯表现全面 交出27分 12次助攻和10个篮板球 维迪凯加24分 即传出6次助攻 Bush热出10分 而比比就轰入 7个三分球 贡献23分 骑士由安东尼 拿下20分 及7个篮板 JJ交出21分 及12个篮板 巴朗·戴威斯 取得10分和7次助攻 提议300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5摄氏度左右 多云渐晴 同时伴有15公里 每小时的东风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 为0摄氏度 会出现零星小雪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预报 继续我们今天的 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在南非长期 与人类打交道的沸沸们 练就出了一身 抢劫的本领 每年都会发生 沸沸结案近万起 近日南非有关部门 已经决定 惩治这些沸沸结匪 在南非的国家公园 和自然保护区 经常可以看到 成群结队的沸沸 在群体头领的带动下 袭扰游客 略抢食物 甚至抢劫游客的相机 和钱包 除了已有数千名游客 被抓伤 南非甚至还发生过 新西兰和德国游客 被沸沸袭击致死的事件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 南非有关专家指出 由于沸沸长期生活在野外 会导致一些疾病的传播 因此南非国家公园组织 在与动物保护机构 协商后决定 将对这些匪徒采取措施 例如拘捕惯犯 强制迁徙到隔离区 对匪首实施安乐死等 此外还将成立 沸沸监控小组 开通沸沸举报热线 提示游客注意安全 Wall TV 李超报道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国语网间新闻节目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您随时发送E-mail 到news.wall.tv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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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